大家好,我是Stan 前阵子因为在冀州斗的照片 引起过一次争议的 Pontai V with Blackpink Cheney 昨天网上又出现了一张 疑似V与Cheney的同框照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首先上传这张照片的网友表示 Cheney的手机可跟指甲样子一样 Cheney确实有买过这套衣服 手镯也一样 这是6月24号V为了参加巴黎时装笑儿穿的衣服 但是质疑这张照片是P图的网友们也是非常多 网友们表示 首先这里有非常不自然的头发影子 然后这镜子里的人是戴着黑色帽子 发色是橘色 但是被招到的这个人 却是黑发也没有带帽子 所以一定是P图的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推特上传的照片比记者还要厉害 像地设这样的地方怎么都没拍到一张照片呢 像话吗 不过如果这真的是前你拍的 怎么又会被公开了呢 又不是拍得很好看 应该不会想要上传到账号里 也应该不会发给朋友们 如果要上传到小账号 应该会上传两个人的合照吧 不要一直在那里说是P图的 真的很丢脸 那原图在哪里呢 没有原图怎么可以说是P图的呢 不想承认的粉丝们最可怜 不是说这是在小账号泄露的吗 那原图应该也会在小账号里啊 所以我们才看不到 可能不是我犯的爱豆们 所以只是觉得两个人很相配 而且觉得既然要交往的话 这样顶尖的明星之间交往比较好 最实在那里猜测 谁更喜欢谁这样的留言 爆料了前几两次 从2018年开始跟拍了四年 如果是真的 D社可能会不知道吗 YG跟D社根本是仇假 会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理由吗 只因为对方是V YG这公司一直以来 如果一人真的被拍到照片 而且确定是谈恋爱的话 一般都会回应 这是一人的私生活无法确认 如果是假的 就会马上否认 但是如果不是真正被拍到的照片 就会保持沉默 大家想一想 每次一有P图都有解释的话 不就会没完没了吗 根本就不需要对应 然后还有个非常傻眼的事 因为开始有很多人怀疑 镜子里外的人不一样 肯定是P图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 用照片挡住 或者是直接删掉那个部分后 再上传这张照片后说 两个人在谈恋爱的贴文 总之这件事情 因为两家公司没有回应 我们第三者只能是在猜测 而我是 如果旁探成员们谈恋爱的话 会举起双手祝福的人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相信这张照片 对于这张照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 在SM家族演唱会上 有趣的几件事情 忘记歌词的迪勇 在SM演唱会结尾 所有歌手们在舞台上 要向粉丝们行大礼的时候 因为找不到存在系列 糊里糊涂变成 Aspel成员的Tayun 我是Aspel 然后在团体团体打招呼的时间 所有系列成员们正在叫Tayun 苏西跟Aspel都可爱死了 可可 我说怎么站在Aspel那边行李了 原来是在找苏西的时候 刚好碰上了行李的时间 可可 好可爱 真的太圈粉了 Kim Taeyeon 嗯 Tayyeon Dio粉丝们看 SM全家福后流泪的理由 嗯 Tayyeon Dio身高不高的两个人 偏偏站在最后面了 Tayyeon 最起码要让眼睛入镜 Dio 放弃所有 最起码要让手背入镜 两个都太可爱了 可可 阿喜可可 Tayyeon发呆的眼神太可爱了 Dio放弃所有太好笑了 不过Dio的眼睛太大 所以眼睛却非常容易看到的部分 真的很好笑又可爱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 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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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